學生了沒 愛跟性啊 沒有辦法說 我要一個什麼樣裝 一個標準這樣我才使用 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知識化的東西 我覺得說愛跟性你要彼此尊重 就是說我們對人其實不用過度解讀 就譬如說 把道德過度簡化來解讀 我告訴你你就會被道德所害 我相信對你們現代人格學生 我是比較有信心的 因為比我們這一套 不會拿道德天掛在嘴上 你會比較真實去面對說 人就是很容易被吸引走 我們要先知道這個真相 我們才有方法去治他 可是如果說 我們就只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反正你跟人家曖昧看 就是不行 就是背叛 就是我告訴你 被人家判這個罪誰都不會服 因為你講的都太嚴重 是的 講得很嚴重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就是說 在曖昧的過程當中 有哪一些事情 會讓戀愛的男女覺得說非常的掙扎 我們來看看 在這邊我們有分成這三點 首先第一個是 曖昧時會想要更進一步怎麼辦呢 還有第二點 我曖昧的對象身分好尷尬 以及第三點 我曖昧的對象 大家都說他很糟的時候 好 以上的三點 哪一個會覺得說內心最掙扎 來 我們大家來寫一下投下票 我是覺得他如果真的是 所謂的公共汽車那一種 我們才會有差別 就是譬如說他很張貝很多人怎麼樣 我才會覺得有差別 只是說你會就會被影響嗎 沒有…當然現在很 我覺得謠言會害許一切 所以你還是決定試一下 沒有吧 沒有 還是要去跟他去了解 對 我覺得還是要問一下 試試看謠言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小龜 我那時候就是我有一個好朋友啊 他就是真的長得非常非常非常帥 他就像無尊那麼帥 然後那時候就是對我很好 可是啊 可是我朋友他們就是 都會會聲會影一直跟我說 他就是不好啊 然後他很花心啊 他上過很多女生 他跟你是玩玩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拉扯 因為他對我是很好的 可是他又有人就說 他對別人都是這樣 大家都好 所以就會很拉扯 他到底是 後來你有沒有做什麼去 後來就是 還是最終的關鍵就是 他可能要做什麼 就是最後的那個 到達那個壘 然後我可能就是拒絕 然後什麼 我就拒絕 喔 拒絕 對 然後可能就 為什麼你看到他們歸樓上 最後一刻 就是你想要那些謠言就對了 對… 對 喔 裴帥在乎第一點 對啊 我覺得我自己是 我覺得應該是男生的關係吧 第三點我覺得都不會在意 所以人家覺得說 你那個隊長怎樣 我覺得我自己看得準就準 可是問題是曖昧的期間 就是快要到達在一起的那個 更進一步那裡 哇 好掙扎 輕跳真的比初戀的那個結尾 跳得還快 所以他這是快樂的掙扎 好緊張 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對不對 何時下手 來 馬蒂 可是我覺得我跟裴帥不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是女生 但是曖昧的時候 還是會想要就是抱抱親親 可是我們會不曉得 做這件事會不會嚇到男生 會 會 有一些男生會啊 會 切入了時間點 可是我們要怎麼知道 時間等路 對 我們問Ken哥 什麼時間點 女生做什麼 你會被嚇到嗎 就不醉的時候 就是 不… 沒有… 怎麼切吧 酒精的狀況之下 但是好像已經完全醉倒的感覺 但是這種情況很少 對啊 講話結巴 軟棒伺候 來 完美的弧線 太小粒了啦 馬蒂 你會幫我軟棒啊你 沒有用的 你會不會 軟棒伺候 沒有用的 你打他幹嘛 我示範給他看一下而已 好不好 知道怎麼使用 好了…夠了… 好… Ken哥剛剛說的是 蛤 我剛剛講什麼 你的問題是什麼 大姐 你覺得曖昧的時候 女生對你做什麼事情 你會覺得好突然喔 嚇到你這樣 還是都可以 我覺得這倒還好耶 假如你既然已經是曖昧的話 你已經準備好 就是說 對方跟你之間 一定是有進一步的可能性啊 對啊 就沒有 除非是 他真的就是很誇張還是怎麼樣 不管的話其實都還好 誇張 你有遇過誇張的人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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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把手銬拿出來 可以嗎 沒有拍到都不算 不愧 好吧 我現在問一下我們那個同學好了 關於剛剛說這個曖昧 跟異性接觸的時候 你們覺得曖昧到底 可以到達哪一個階段 好 曖昧 我覺得牽手很開心 你不要學我 你不是這樣子喔 沒有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第一次牽手 我那種懵然心動的感覺真的很好 有穿衣服牽嗎 小玉 小玉怎麼怕溫泉 小玉 小玉都怕溫泉 都怕溫泉比較多 喔 秀 我覺得點到為止喔 就是其實我覺得在 什麼點 點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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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淡淡的 但是不要舌頭伸出來 我覺得這很重要 舌頭千萬不要伸出來 曖昧的時候就是 雙唇緊閉 對… 然後舌頭一伸出來 就整個就打壞了這個氣氛 可是新的話應該會伸吧 不要伸舌頭就對了 對 不要伸舌頭 千萬不能伸舌頭 好 他的尺度算寬一點啦 樣樣是捏臉 就是有時候男生跟女生 不是那種會就是摸摸頭捏臉 我覺得這樣還可以 可是如果牽手什麼就 覺得太過了 因為如果你跟熱男的牽手 然後你明天出去 會跟熱男的牽手 可是每個人都可以牽手 是幼稚園喔 排路隊還要前牽手 玩團團也會牽手啊 被你的坦誠相見 是什麼意思啊 我覺得可以到就是 曖昧就可以坦誠相見 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 道德輪大 你真的要跟他交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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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如果看過彼此 對方 對啊 我覺得我是誠實 其實很多人都是 沒有 我也有意見… 我覺得你們這些人 就是為什麼為這句 他坦誠相見那麼訝異 我覺得說 我覺得一個健康的心態喔 對性 不會過度的害怕 對啊 就是要過度害怕 就是把性拿來當價值來使用 對啊 不知道你們有多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第二點的部分好了 這個是說我曖昧的對象 身分好尷尬 先問一下我們同學 你們本身有遭受過 這樣子的拉扯過嗎 好 請問玲玲 我是跟我媽的朋友 就是我以前有一個曖昧對象 她是我媽的朋友 然後她的年紀就是 比我媽小一點而已 然後就變成是說 她跟我媽出去的時候 她不會跟我講 她不會說你女兒怎樣怎樣 她跟我媽聊天的時候 就是以一個女兒的角度去切入 但她其實是跟我有點曖昧 曖昧到什麼程度呢 曖昧就是 可能就是碰到手而已 沒有...沒有起來 就碰到手而已 沒有其他的事情 可是她就約我出去吃飯啊 約我去看電影啊 妳多大的時候 我十九 不要臉的東西啊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想到這會生氣咧 真的不是我 有女兒就是不一樣 真的 我女兒如果十七歲的時候 Ken哥到家裡來 還跟我女兒這樣的話 不會... 不是... 而且... 而且... 她頭已經斷... 她頭已經斷了 想到那裡 已經盪氣了... 好... 套掉了...OK... 好... 你也都... 恐怖 逗逗 好 其他人有什麼人 有什麼樣的經驗 小胖 我是跟我的... 就是... 那時候還不懂事啊 就跟自己的親戚啊 蛤 親戚 小胖口中的這位親戚 到底跟她是發生什麼 曖昧情愫呢 愛情不攤在陽光下 主持人的好姻緣就見光死 欸...